明暗交界线还找不见 来 我给你举个例子 看过日出没有 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那一刻 你就看到了明暗交界线 它进入白天的城市 就是收光面 进入夜晚的城市 它就是一个背光面 我们去看物体也是一样的 当光源出现 物体就会分为亮和暗 中间的转折处 就是明暗交界线的一个位置 随着光源的不断移动 明暗交界线也会不断的变化 为何几何形体的明暗交界线 相对于清晰而且光滑 而一个人物图像的明暗交界线 就会有一些起伏和转折 因为光线会随着物体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它不一定是一根僵硬的线 而是一个存在于过度的区域 明暗交界线中间的颜色最深 线到物体的收光面 是由暗到亮的过度 是比较明显且突出的 注意啊 明暗交界线到物体的背光面 也是会有一个由暗到亮的过度 不明显 但只要有的 因为物体它会有一个反光 明暗交界线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物体的弧度越大 明暗交界线的过度也就会越宽 相反啊 明暗交界线 所在这个表面边界越锐利 它也就会越窄 这是我们表现物体结构的一个重要手段 我们来看这张图 明暗下巴先 明暗交界线就窄 而且清晰 脸部圆 暗 明暗交界线就显得宽 它的宽展还会由光源的大小去缺点 注意 是大小而不是强弱 小光源照下来明暗交界线过度 宽而具体大光源 它的过度就会宽且模糊 同理啊 光源如果无限大 明暗交界线就会模糊到很难去判断 所以我们在画一个物体的时候 不要着急去动 别人是学会去观察 做到心中有数 才能画对画好 在堂课的话 真的值得反复多去看多去理解 你理解之后的话 觉得画画真的它会变得特别简单 我是教画画的杨江 如果你喜欢画画 在评论巨大上 不像学画画 了解我的全部一千多堂课 不让你在画画里边踩坑 不让我